健康科普,来看看百科名技法,极为之根本,万病之源,对于现在的人来说,极为普遍的虚弱,很多人经常会感到自己的肠胃不舒服,稍微吃点凉的,或者柔腻的就会拉肚子,有的甚至一吃就拉,饭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,这类人一般都长不胖,像减肥的千万不要羡慕他们,这是一种病态,极为虚含。 什么是脾胃虚含? 脾胃虚含,为中医名词术语,是致脾胃阳气虚衰,因含内生所表现的症候,包括脾胃虚和胃阳虚,亦有认为那是脾胃虚,脾胃虚含的主要病因是饮食习惯不良,如饮食不节制,经常吃冷饮或冰凉的食物等,再加上生活节奏快,精神压力等,更亦导致胃病,脾胃虚含, 也可由脾胃继续发展而来,脾胃虚含有哪些表现,胃痛隐隐,绵绵不休,脾胃虚不适,细温喜暗,空腹痛肾,则食则缓,脾胃或寿凉后,疼痛跋坐或驾咒,半土精神,食杀,尸皮乏力,手足不温,大便糖薄,舌蛋抬白,慢食弱, 若一皮疙虚含症后的主食可见,腹胀纳少,腹满食简,铺痛喜温喜暗,口饭清水,大便糖活清晰,四肢不温,或知体困重,或周神腹肿,小便不利,破白带量多之息,小腹下坠,尿腹酸沉,舌胆胖,排白滑,慢沉食无力,脾胃虚含症症, 一皮疙虚含症含症表现为运症要点,皮疙不足,运化吃剑,则副照纳少,杨虚因盛,他从终生,盘宁体质,顾腹通喜温喜暗,因含之气内盛,水氏不化,见口饭清水,大便糖薄,舌则环补不化,小便不利,水肘,妇女在下清晰,腰部三沉,处含症下注,疑味虚含症吃什么好,不宜吃什么, 一,饮食食物性温味甘心,具有健脾补气,温暖肠胃及去含作用的食物,如鲜米,羊肉,鸡肉,牛肚,猪肚,猎鱼,草鱼,绿汁,辣椒,韭香菜,芥菜,肉桂,干姜,生姜,花椒,胡椒,小茴香,白豆沟,红糖的 二,即食食物性质含量,易碎上批的洋气的食物,如桥麦,油麦,绿豆,豆腐,菠菜,空间菜,茄子,胚木耳,金针兰,火锯,冬瓜,芹菜,线兰,焦拌,黄花,苦花,西瓜,狮子,香蕉,琵盘,梨,桃子,米,猴桃,纯菜,豹肉,麦门冬, 螺丝,气,鼻涕,甜花,此外,含性外痛者还用即食绿豆,饰饼,生番茄,竹笋,固子,生菜花,海带,生窝菊,生萝卜,生藕,生黄瓜,生地瓜,金银花,菊花,薄草,鸭蛋,鸽,梦菜,鸡菜,鸡菜,第二,豆腐,马兰头,冷茶,以及各种冷饮,这食品, 性凉生冷的食品,会是类似它通通加剧,用哪些食粮眼帮,高粮浆,精米,先用高粮浆加适量的水,再沙灌内兼取药汁,再用药汁和精米煮中,功夫十支,一日一次,年幅三到七天,适用于味寒性味疼,二,小茴香,胡椒,两者共为细面,酒壶为丸,每幅三到六克, 二,温酒送下,分寒理器止痛,适用于味寒疼痛,三,冰箱,肉桂,红桃,冰箱,肉桂,用温水浸透,无火煮在,融火煮二十分钟,取之,调入红糖,每幅五到十毫升,日三,四,适用于感寒不痛,四,鸡鱼,生姜,鸡皮,胡椒,鸡鱼去淋,散,内脏,洗净,生姜洗净, 切片,与橘皮,胡椒同包扎在纱布袋中,填入于肚,去锅内,加水适量,小火微熟,加盐,空腹饮汤食欲,日两次,适用于感寒后,胃不疼痛,五,胡椒,肉桂,白竹,冲头,猪肚,食盐,将猪肚洗净,再把药料拌适量盐,前人猪胃中,放入砂锅,加适量的水,先用无火煮在, 再用无火蜘蛛肚腹烂熟,空腹食蜘蛛肚,饮汤,每次一小碗,一日,二到三次,淘火五个,羊肉,大麦人,食盐,将淘尽的大麦人暴吕锅内,加水适量到处备用,再把洗净的羊肉,淘火放锅内加水煎熬至肉熟,捞出羊肉,淘火,到麦人粥,喝鱼,门火炖输至肺,加入切成小块的羊肉, 药物食盐,温热时,本方暖胃出炸,适用于脾胃之寒之味章痛症,七,百合,诞生,乌药,高凉胶,至香腹,檀香,杀人,水煎服,每日一季,一日一次,本方为著名中医,将树德方,功能铝气散寒,温中可味,适用于味碗头,八,胡椒,肉桂,白竹,冲头,猪肚,食盐, 将猪肚洗净,再把料料把适量盐,甜人猪胃中,放入砂锅,加适量的水,先用五火煮备,再用温火炖至猪肚烂熟,空树吃猪肚,饮汤,每次一小碗,一日,二到三次,酒,猪肚口度更佳,一具,精米,冰箱,肉桂,茴香,将前数个位一起放入锅中, 再加入一些调料,熟姜,葱,葱,盐,酒,酱,门火炖至极辣,精米煮粥对入,空腹服,日三次,适用于微不疼痛,生,白勺,桂枝,甘草,生姜,大枣四枚,一糖,前五味水煎取枝,入一糖,门火融于,日二到三次微腹, 本方适用于徐寒性腹童,食衣,腹片,羊肉,生姜,葱段,苦椒,食盐,将腹片中入纱布袋,扎口,羊肉洗净,沦肥水锅内,夹姜,葱,超至断红色,捞出,剔去骨,将肉切成2.5厘米见方的块,再放清水中飘至白水,骨头拍破,鱼将洗净拍破,冲洗净混产成树, 并将砂锅注入清水,置于火上,下姜,葱,胡椒,羊肉,羊骨,腹片,烧碎30分钟后,门火炖至羊肉熟烂,月二到三小时,取出腹片,分成碗内,再分别圣人羊肉,侵入党所餐时,北方温类撞羊,适用于脾位羊须所制的晚腹冷透 十二,鸭子一枝,冰箱,肉桂,草豆扣,葱,香,盐,冰糖,味精,香油,入汁各,将鸭子宰沙后,去毛鸡内脏,洗净,将冰箱,肉桂,草豆扣放入锅中,加水适量,煎熬两次,每次带水费后再熬20分钟,逼出药汁,两次碰鱼3000克,生姜,葱排破带有,将药汁放入锅中, 加鸭子,姜,葱,用小火煮至六成熟后,捞起凉凉带有,将炉汁放入锅中,再放入鸭子,用门火卤熟后捞出,开净浮沫,将炉汁倒入锅中,取出冰糖,食盐,味精搅匀,再放入鸭子,至门火上,边滚动鸭子边浇卤汁,直至鸭汁均匀地粘在鸭子上,分红料时捞出,再在鸭身上均匀地涂上香油集成, 本方喝中暖外,散蛤,直呕,止痛,适用于脾胃虚弱,直反腹冷透,和呕吐,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